美股周二在投资人信心回笼之下 不仅是道琼指数大涨了754点 纳斯达克以及标普500也都是创下了近一个月以来单日的最大涨点以及涨幅 而且多家的银行现在公布财报之后真的是激烈了 美股又有许多的企业财报是优于预期的 减缓了投资人对通膨以及升息的忧虑 道琼工业指数是大涨了754.44点 而纳斯达克指数也是禁扬了3.11% 而个股部分包括了脸书的母公司 Meta以及Google的母公司都分别大涨了5.1%还有4.4% 包括了苹果微软也都有超过2%的涨幅 而赢串流媒体Netflix虽然面临了连两季订户减少 但是没有先前预估会流失200万名的订户 所以也带动了盘后的股价跟着大涨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